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法官署表示现阶段不与置评 而房署表示目前正是检讨公屋偏配政策 有资教育发展基金今天开始接受第三期的撥款申请 重点不再以发展资讯科技教育 反而撥出较多资源 鼓励儿童学习 辅助学习能力较差的儿童 地下铁路公司司有法之后 地铁车费无需经政府和立法会批准 有议员批评缺乏监管加价机制 也都质疑私有法之后 地铁车服务质素会不会提升 而政府就表示将来地铁加价 仍然会咨询立法会和交通咨询委员会 屋语署今天派测语师 到昨天大角咀必发道 发生嵌蜂以外的大厦都堪策 以及巡查附近几栋楼宇 评估大厦的潜建物 是否有即时危险而需要清查 详细请留意11点半的晚间新闻